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惯用语 今天要学习的惯用语是 打下手 这个词它常常用于儿话 也就是打下手 看这个词真是我们上节课学的 摸不着头脑 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意思 意思就是在旁边帮忙 做助手的意思 助手 手这里面形容人 是帮忙的人 助手的意思就是帮别人的人助手 它常常可以把这个动词叠用 可以两个 打下手 是这个用法常用的第一个 还有是给谁谁打个下手 这个地方可以加一个量词 打下手 给谁谁打下手 我们说了打下手的意思其实就是在旁边帮忙 说的直接一点就是给谁谁帮忙的意思 这个时候有个量词打个下手 或者给谁帮个忙都可以 没有个也可以 没有量词也是可以的 这是它的意思和常用的这个句式 短语的形式 我们具体在例句当中来看一下它到底是怎么用的 例句一 是我们一般家庭里经常会发生的一些情景 看一下第一个 今天家里来客人 来客人要准备什么 要准备丰盛的饭菜来招待客人 所以这个时候最忙的是谁 最忙的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那我看 今天家里来客人 妈妈得做很多饭菜 在中国就是要准备一桌子的饭菜来招待客人 那要准备饭菜 一个人是忙不过来的 他一个人忙不过来 这个忙不过来 这个过来 趋向不语 它的隐身意思 忙不过来 因为任务重 数量多 所以他不能完成忙的这个动作 不能做 做不了 那一个人忙不过来 就比如说我们进到一个商店里面 店里面的东西各种各样的 非常漂亮 那我一眼看过去 不能完全的看到全部的东西 所以这个商店的东西很多 各种各样 我的眼睛都看不过来了 因为种类多 数量多 所以不能一眼看完全 那他一个人忙不过来 就是不能完成的意思 所以爸爸就负责打下手 负责在旁边给他帮忙 切菜、洗菜、准备一些材料 就叫打下手的意思 在旁边帮忙 看第二个 这些电脑我来修 电脑坏了我来修 修的过程中可能需要一些工具呀 电线呀 这个时候你在旁边给我打打下手就行 你在旁边给我帮帮忙就行 这样的意思 打打下手 在旁边帮忙 我们再看第三个 家具安装 我可不行 我不在行 我不懂家具安装 我也没有这个力气 所以我不行 你还是让他给你打下手吧 还是让他在旁边给你帮忙吧 捶一捶 拿一拿工具 这样的小事让他来做就好了 好 那我们看 这个打下手呢 我们的这个三个例句 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比如说做饭 维修 安装 这样操作性比较强的事情 如果说在公司里面正式工作的话 比如我要帮助同事 我要帮助我的老板做一些工作的项目 这个时候说给老板打下手是不合适的 可以说我帮助老板做什么 我给老板做助手 做助理都是可以的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学的打下手的意思 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操作性的事情上 在旁边帮忙的意思 好 那今天的内容你明白了吗